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新闻政府在2018年执政后 拉曼大学学院一度失去了 曾经享有的3000万令吉行政拨款 但马华总会长拿杜斯里魏家祥 今天就为拉曼捎来好消息 除了将拨出4000万行政拨款给拉曼 财政部长拿杜斯里·扎弗鲁也同意 将拉曼校有总会基金会剩余的1800万令吉 通过高教部交给拉曼校方 换言之拉曼一口气获得了5800万令吉的拨款 西蒙在2018年执政后 拉曼就不再享有国政时期的3000万令吉行政拨款 2019年财政预算案获得550万令吉发展拨款 但2020年财政预算案再被减至100万令吉 魏家祥今天通过个人面子书专业宣布 已经获得财长同意 该大学学院将获得4000万令吉的行政拨款 另外财政部也将撤回西蒙政府倡导成立的 拉曼校有总会基金会 并将剩余的1800万令吉通过高教部交于拉曼校方 财政部撤回之前 博与西蒙政府倡导成立的 拉曼大学学院校有总会教育信托基金会 DAAETF剩余的1800万令吉 财政部将把上述的1800万令吉 勿归原主通过高教部交于拉曼校方 感谢新任的财长 拨乱反正 体系多数来自中等家庭的拉曼学子 守得云开建与月明 平反成功 拉曼加油 因为不满女送餐员超车而对她动粗的华裔男子 早前已经被控蓄意伤人与侮辱他人罪名 而当天生缘女骑士 而到男子店铺外聚集的六名送餐骑士 今天也在制造骚乱的罪名下被控上了推示厅 全部人都不认罪 本月18日61岁的徐金因为对女送餐员动出 在刑事法典蓄意伤人与侮辱他人的条文下被控 但他否认有罪 以4000令吉保释外出 案件责定6月16日过堂 当时另6名送餐骑士 因为在男子店铺外聚集 抵触刑事法典制造骚乱条文 6人均不认罪 以2500令吉保释金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将在7月13日过堂 在登家楼 8名年龄介于15到20岁的青少年 偷偷替室内足球 尽管在警方取缔时顺利逃脱 但在大约3个小时后 他们主动前往警局置手 每人被罚款1000令吉 而在槟城 有10多名来自不同家庭的巫医人士 违反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在八六拜工业区海边聚集野餐 庆祝开斋节 最终遭经过的巡逻警车驱散他们离开 经过连续两天三位数的新增确诊人数后 国内今天的确诊人数总算回到了双位数 社区感染病例更是首次降至单位数的九宗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说 这证明即使放宽了行动管制令 大马也依然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宣布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15宗确诊病例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属于本土感染的病例有九宗 另外六名患者是在外国染疫 诺西山强调 若大众都能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那我国就可以持续减低确诊病例数量 躲过新一波的疫情 否则病例数量未来还是会持续增加 来看国际疫情 过去24小时 巴西新增了1039宗死亡病例 写下全球最高的单日死亡率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警告 巴西在8月初前累计死亡人数 恐怕会增加4倍 巴西在两天前就已经超越俄罗斯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重灾区 星期一的单日死亡人数首度超越美国 不料星期二通报的1039宗死亡病例 更是写下了全球最高的单日死亡率 虽然巴西总统伯尔索纳罗非常抗拒封锁措施 但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 若巴西不采取封锁措施 单日死亡人数恐怕会一路攀升至7月中 导致国内重要的医疗资源短缺 而在美国 尽管截至大马时间周三早上实施 美国已经有超过172万人确诊 死亡人数突破了10万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再一次的大放厥词 周二在推特向政治对手放话 说要不是他行动迅速并做出了一连串的正确决定 美国的死亡人数就不止10万多人 而会是15到20倍 另外虽然疫情当前 人们都被劝告要戴上口罩 但这一个防疫方法恐怕并不适用于两岁以下的婴幼儿 甚至于日本小儿科学会更警告 由于婴幼儿的呼吸道比较狭窄 戴口罩会增加他们心脏的负担 增加他们窒息或日中暑的风险 而在泰国为了进一步防控疫情 从3月26日开始的紧急状态法 将再一次的延长一个月至6月30日 不过随着泰国的疫情转好 泰国政府也将进一步的出台相关的解禁措施 镜头转向法国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 而巴黎法院上周针对保险索赔的一项裁决 在全球引发回响 该法院判决 跨国保险集团安慎应该理赔一位餐厅业者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两个月收入损失 各界认为 这可能成为全球类似纷争的先例 为了运毒 毒贩可说是绞尽了脑汁 如佛的一家快递公司 竟然是贩毒集团用来掩饰犯罪活动的烟幕弹 毒贩还将毒品藏在喇叭箱 企图焉人耳目 如佛警方速读主本月15日接获情报 突击试奶的一家快递公司 起获一批毒品 随后展开取缔行动 至本月22日为止的33次取缔行动中 扣补30人 包括25名大马人 以及新加坡籍首脑 警方也倒破了位于乌鲁地南的一间 迷你制毒实验室 起货各类的制毒工具 柔州总警长拿督阿玉干 今天召开记者会说 为了阉人耳目 贩毒集团开设快递公司 运毒至新加坡 甚至还利用喇叭和雕刻品藏毒 但还是遭警方试破 警方起货总值约103万令吉的 各类毒品和财物 并与新加坡速读组合作 继续追捕庶民在逃嫌犯 或许有许多人曾经的梦想 都因为生活而逐渐被磨灭 甚至遗忘 然而因为行动管制令 让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 一些人像今天新闻的主人翁汉书 就趁着这一段时间 重新点燃心中的一团火 由一名曾经的关起高层 化身为漫画家 相信中国报的读者 近期都有留意到 报章上多幅鲜明勾勒出人物特征 并幽默带出国内外最新时事的漫画 而且稿费都将全数捐给中国报 慈爱人间 漫画的作者署名是汉书 那究竟谁是汉书呢 大家好 我就是汉书 汉书是求学时期同学给吴松汉取的花名 来自彭亨关单的他 曾经在彭亨州政府某关联上市公司任职高层 今年初从工作岗位退下 碰巧遇上了管制令 让他睽違30年后重拾画画的兴趣 以手机作画的汉书 从画画到甜色 要完成一幅作品 都必须用上五六个小时 画画的过程 给了汉书很大的满足感 尤其作品陆续刊登在中国报 对他更是一种肯定 为什么我会画漫画呢 就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漫画的 然后看得过了 就很喜欢拿纸笔 随便乱画 然后就画下画像 就变成了我的一种嗜好 他说小时候也曾想过要成为漫画家 但最终考虑到生计的问题 选择了念会计系 如今因为行动管制令 让他圆乐着儿时的梦想 而在柔佛巴珠巴霞的一名职业律师 则在管制期间化身为住家农夫 平均每天都花上五个小时 打理屋后预五千平方尺的蔬果园 享受农耕乐 78岁的罗继燕说 他从中学时期就对农耕有兴趣 32年前搬到这里后 就开始在住家的空地 陆续种植蔬果 每次看到自己心情耕种的蔬果收成 心中都有难以言喻的快乐和满足感 来看香港情况 香港国歌调立草案今天恢复恶毒 有网民号召展开527大三罢 也就是罢工罢市罢客 下午1时开始已经有超过1000人上街示威 早有准备的香港警方之后展开大围捕 拘捕约180人 而在印度 当地民众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同时 还面对26年来最严重的蝗虫灾害 一批又一批的蝗虫 已肆虐印度中部、西部和北部等于5个州 当地多个地区的粮食作物和蔬菜遭受威胁 其中蝗灾严重的马哈拉斯特拉州 目前还是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确诊超过5万例 而人口300万的拉甲斯坦州、摘普尔市 成群的蝗虫还占领了城市上空 居民楼屋顶上都布满蝗虫 让人恐惧不已 有目击者说 蝗虫群达到两三公里长 今天下午1点开始 超过1000人走上了香港街头 聚集点包括轩泥湿道、中环碧塔街等地区 数千名港警在多个地区把守 还调动了水炮车和装甲门驻守在中联半外 上百名示威者在中环占据马路 当中还有人将垃圾桶、三角锥等大型杂物搬出路面 阻碍汽车行驶 还有人在车阵中穿梭行走 由汽车为了闪避路面的障碍物而显向还生 防爆警局黄旗和蓝旗要求示威者散去 并在壁打街发射数枚胡椒球弹取善人群 随着吉隆坡多个地区相继爆发疫情 各执法单位更积极取缔非法外劳 新闻的最后 一起去看看吉隆坡市政局升级版的严管非法外劳行动 我是小慧 祝您晚安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